维基解密网站的创办人亚桑杰 星期五被英国的警方 从厄瓜多驻伦敦大使馆里面 狼狈地拖了出来 然后抬上了警车 过去七年他靠着政治庇护躲在这里 但如今他的命运已经成为了一名阶下囚 当年意气风发的正义斗士的形象 如今看来只是满脸的憔悴跟老态 他的命运转变其实至少有三个意义 第一 整个国际政治现实的改变 尤其他跟厄瓜多政府的交恶 还有就是这类的爆料网站 如今越来越被怀疑 他们对于民主社会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 特别是维基解密涉及到2016年 被俄罗斯政府可能拿来利用 作为破坏美国的民主选举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未来的影响 万一亚桑杰将来被判以重罪 那今后那些新闻的泄密 或任何取得国家的机密 希望跟社会公开的这些过程 可能将会更加的困难 甚至可能再也不会实现 换言之 亚桑杰他自己的任务可能已经结束 但对于未来其他的泄密者 他未来的命运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警惕 或甚至一个重大的影响 至于亚桑杰自己 他未来的引渡过程 美国也一定希望把它弄回去 但这过程将会相当的漫长 因此此时此刻对他来说 只是从另外一个牢房 搬到新的牢房去而已了 伦敦这栋红砖建造的 厄瓜多注银使馆 聚集大批警力与媒体 近七年来都在等着这一刻 六七米园警从大使馆门口 抬出一名满头白发 满脸白胡子的男士 仔细一看居然是爆料网站 危机解密创办人亚桑杰 亚桑杰被带走后 先被押接到伦敦市中心 一座警局 接着送到西米市治安法庭受审 又引来一堆媒体登台 坐在警车内双手上抗 此时亚桑杰心情还算平静 看到车外媒体记者聚集 不但竖起大拇指还比出V字胜利手势 而在45分钟停讯中 法官首先确认亚桑杰的身份 穿着身色外套与长裤的他 再度对现场记者竖起双手拇指 许多支持危机解密的民众 得知心中爆料英雄被捕 马上跑到法院外面抗议 还有人躺在地上阻挡警车进出 就连时尚界教母 Livian Westwood也赶了声援 大喊这是政治迫害 因为涉嫌入侵美国国防部电脑 遭通缉的亚桑杰 2012年6月在厄瓜多前总统案柱下 躲进驻英大使馆 几七年来都和俄国政府 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这次为何说翻脸就翻脸 诠释他就如自取 现任总统莫雷诺指责亚桑杰 根本是奥克 不受拘束地在使馆内玩滑板车 任意破坏设施 甚至和警卫发生冲突 更糟糕的是 在使馆内违反规定 透过危机解密网站 干涉他国内政 除此之外 七年逐步初步的亚桑杰 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严重受创 因此在使馆内 常出现让人难以想象的反常行为 种种怪异举止 让俄瓜多政府 在11号撤销庇护 英国警方随即 以违反保释的罪名 进入馆内抓人 没想到七年前 还是高大潇洒 遇述零风 如今被警察抬出来的 却是一名白发老翁 今年47岁的亚桑杰 早在青少年时期时 就发现自己有骇客的强财 2006年 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维权人士 及资讯专家 创立危机解密 提供爆料者一个安全的揭秘管道 专门揭发各国政府 违反人权秘密活动 一度被称为是网路罗宾探 2010年 亚桑杰和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曼宁 共同泄露75万份美国军事 与外交机密电文 包括一段美军在伊拉克 滥杀无故的影片 让他一战成名 没想到几个月后 瑞典因他涉嫌 对两名女性性侵 发布逮捕令 本该在2012年5月底 在英国受审 却弃保潜逃 跟就此躲进恶瓜都使管 逃亡过程更宛如迭报片 他先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躲进一家旅馆 然后在房间里面变装 戴上瞳孔变色镜片 将头发与胡子尖端染色 接着脱下西装 换上深色短夹克 最后戴上帽子与太阳眼镜 吊上一根香烟 彻底由中年绅士 变成粗犷的机车族 一切准备就绪 和在房间内的母亲 西藏告别 最后骑上机车 直奔厄瓜都使馆 就此人间蒸发 三个星期后 厄瓜都政府才出面证实 亚桑杰仍在伦敦大使馆 从打击不公的英雄 顿时变成东躲西藏的通气犯 亚桑杰仍不改其争议作风 2016年 危机解密泄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蕊的电邮 协助川普当选 如今亚桑杰落难 曾经高喊 我爱危机解密的川普 马上得了失忆症 被捕后的亚桑杰在英国被棄保罪起诉 可能面临12个月的徒刑 至于美国起诉他的窃密罪 可以判处5年 也有法律专家认为 最多会被关上45年 英国警方这次 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 让亚桑杰落网 显示政治情势变化下 现实的一面 而今后 危机解密是否还能肆无忌惮的爆料 也让深喉龙们心生警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